玩完首爾 去仁川上機前有什麼好組 在仁川機場附近有一個Paradise City 它是2017年才開幕 集酒店娛樂於一身 有水療中心、看靜幕 也有今年才開幕的室內樂園 規模相當大 而機場過來都只是5分鐘車程 想玩幾個小時再去機場都還可以 這個水療中心是2018年開的 等我帶大家看看有什麼玩 新內Aqua Club 結合了水上娛樂和派對 每天都有不同的健身活動 也有按摩池設施 更不時會舉行Pursae Party 除了新內泳池之外 這裡頂樓還有Outdoor的Infinity Pool 即使現在很冷 我也不覺得 因為冬天會將泳池的水變暖水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看到仁川機場的飛機升降 場內更加有兩條刺激的水道滑梯 真的很好玩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快 但是很刺激 不喜歡玩水 也有漢精莫區 配合多媒體影像 讓你冥想放鬆 也有傳統的紅磚漢精莫房 戶外竹肉區 入場費至於月二百元起 就可以玩兩個區 至於玩完水 度假村裡面還有很多節目 在Paradise City裡面 除了水療中心之外 還有一個今年才開的 Wonderbox主題樂園 就最適合一家大帥來玩 這裡更加是RU拍劇的場景 粉絲可以來朝聖 這裡最注目的是 有一個樓高三層的掃滑梯 我現在就去試玩 入場費一百三十三元起 就包了場內機動遊戲 如果夜機回香港 都值得來玩半日 如果玩得未夠後 又不想貧坡 度假村裡面 也有兩間風格完全不同的酒店 讓你可以過晚夜 在這兒 我已經不寧可不靠 做個不妙的夾碗 對我來說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 我們會做的